你好 歡迎收看3月2號的華視五間新聞 我是臉沛貝 新聞一開始要帶大家來關心 今天起床可能大家都有感覺到 怎麼又變冷了 今天是廉假後的第一個上班上課日 不過好天氣也跟著休假了 我們先來關注 這個星期的天氣變化 今天主要是受到封面跟東北季風的影響 所以北台灣一整天都是濕濕涼涼的 高溫大概只有在14到16度 不過在週四之後 東北季風就會減弱 氣溫回升 這個時候西班部跟外島金門馬祖 就要留意可能會有起霧的現象 這樣的好天氣只維持兩天 到了週末 東北季風又要增強 提醒您春天天氣變化大 最後每天都留意最新的天氣資訊 放了三天假 迎接上班日的天氣 卻是天空中布滿的層層烏雲 再來個陰雨綿綿 腳上也跟著濕搭搭 和前一天的陽光普照實在差很大 溫度一下子降了快10度 進入春天果然是個天氣千變萬化的季節 而這波東北季風影響在明天 然後星期四星期五會漸漸減弱 我們剛剛提過星期六又另一道封面影響 封面來的時候 北部東半部地區開始會有些下短暫震雨的機率 連中部的山區在星期六也會有些下短暫雨的機率 封面報導雨會持續下一整天 從二號上午開始下雨的範圍從北部東部 還擴大到中部山區 一直到三號上午中部以北 雨勢都很明顯 水氣變多了加上氣溫也下降 高山地區是不是還有機會飄雪 封面離開以後中部的水氣就少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包括星期六星期天封面 所以目前預估這一週兩波封面 以及東北季風增強在高山地區 降雪的機會是比較低的 下雪的機會偏低倒是要注意這一週有兩波冷空氣會接力 二號先有第一波封面 北部只剩下14度低溫 從星期四開始 東北季風減弱 氣溫回升 不過西半部和離島會有農物影響能見度 星期六又有另一波冷空氣報導 又要開始下雨 不過中南部反而要留意 白天溫暖舒適 早晚溫差可能有10度以上 華視新聞林憲黃建盈 台北報導 下雨